日本語が上手ですね 日本語うまいね 大家好!我是大姐 對方誇張你的時候應該怎麼回答呢? 尤其是對方跟你說 日本語うまいね 你的語言說得很好 怎麼回答比較好呢? 今天我要介紹 有大概兩種說法 謙虛的說法跟結束的說法 日本也有謙虛的說法 這是 日本語うまいですね 日本人みたいです いやいや そんなことないですよ まだまだです 日本語上手ですね いやいや 下手ですよ 謙虛的回答是 我們常常會說 いやいや 還有 そんなことないですよ 因為我們日本人很喜歡謙虛的表示 所以這樣 い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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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やいやいや いやいやいや そんなことないですよ 另外一個解說的說法就是 日本語うまいですね 日本人みたいで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嬉しいです 解說對方的誇獎 其實我比較喜歡這種回答 因為對方誇獎我 謙虛算是否定吧 我個人覺得明明難得對方誇獎我 但是否定的話 有點可惜耶 我直率地接受 這樣我很高興 對方也應該會覺得 你接受他的誇獎很開心 但是謙虛也很重要 所以我想介紹 兩個一起的說法 日本語うまいですね 日本人みたいです 本当です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大姐さんに褒められて 嬉しいです 本当ですか 就是 所以有千秋的感覺 也沒有否定 然後 對方に褒められて 嬉しいです 對方也會覺得很開心吧 那就一來練習一下吧 今日の服装 かっこいいね 似合ってるよ 本当? ありがとう 日本語上手ですね 日本人かと思いました 本当ですか 嬉しいです 努力してきてよかったです 努力してきてよかったです 現實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 一直否定的話 いやいや いやいや 本当そんなことないですよ 冗談やめてください 全然 全然 まだまだ話せないです そうですか 這樣 反而 沒有礼貌 對方 應該會感到 有點尷尬 然後 被對方 誇獎的話 你也要誇獎他 這樣 也很好的回答 日本語上手 日本語上手ですね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大姐さんも 中国語が上手ですね 對方 你們也不妨試試看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按讚噴閃 加訂閱 下次見 バイバイ 最近 會說 你的中文很好耶 的機會 越來越多 我很高興 然後 我每次 都一樣的回答 謝謝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大姐さんも 中国語が上手ですね